早安TVBS的陳建快勝 要帶您掌握國內外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手上要帶您看到 在這個颱風夜市發生車禍的意外 在屏東縣呢 其實昨天入夜之後呢 就下起大雨 但卻有駕駛是撞上風格島 最後是重傷送醫來搶救 根據聯合報導 其實車禍的地點就發生在 這個屏東縣的 久如香公所前的台三線上 在今天清晨的時候呢 有男子是駕駛一輛這個黑色的轎車 但因為不明原因撞上風格島 還有這個速線的耗製感 導致呢 他的車頭是全毀 而男子當時是受困在車內 重傷昏迷 經過消防人員協助脫困之後呢 已經送往了醫院來搶救 不過目前車禍的原因 還是要等到警方調查 而現場的道路 也是暫時封閉的狀況 所以呼籲用路人要提高注意 所以呢 颱風天除了這個 在行車上面要特別小心之外呢 除了用車 行車之外 受到影響的也包含了 施打疫苗 因為其實在昨天開始呢 就同步施打流感跟新冠疫苗 雖然颱風天放假 這個整個施打的時程是往後延 但是疾管署就呼籲了 如果你今天 在未來的時候來陪打 其實也是有機會 能夠提早來接種 根據聯合報報導呢 其實這一回 在10月1號 也就是昨天開始包含了幼兒孕婦 還有超過65歲的長者等 11類的對象都可以來同步接種 而另外呢 在這個第二類的疫苗呢 其實如果你是來陪接種的人 如果你就符合第二階段 同樣也是可以來同步施打的 是不用等到11月1號 所以也提醒呢 如果你是陪同事打的人 也可以同步來接種 就要來提高整體的接種率 而以這次的新冠疫苗選株來說 還是一樣是選JN.1 疾管署也建議 每年最好都要接種 至於本次的公費流感疫苗 其實多達五個廠牌 已經是史上最多 不過要注意的是 裡面包含了國光還有高端 這兩個品牌是不是用在 未滿三歲的幼兒身上 今天需要帶您關注的是 國際焦點 也就是這個伊朗 還有以色列之間呢 其實衝突是不斷的在上升 其中包含伊朗的 伊斯蘭革命衛隊 在1號的時候 是發射飛彈來轟炸以色列 而且還說如果報復的話 他們就會受到 毀滅性的一個攻擊 根據一提圖帶的報導 這回他們發射飛彈 其實就被視為是在回應 上週黎巴嫩珍珠黨的領袖 也就是納斯拉勒 還有哈馬斯的領袖 哈尼亞遇襲的一個報復 甚至他們也在聲明中強調說 這一回就是鎖定被占領的領土 也就是以色列的核心地區 要作為攻擊的目標 好 除了飛彈攻擊之外 其實這一回包含在以色列 其實也傳出疑似 遭到槍守恐攻 根據聯合報導 這是以色列的警方透露 他說特拉維夫在1號的時候 是發生一起槍擊案 總共是造成4人死亡 還有7人受傷的狀況 其中有兩名的襲擊者 其實在現場就已經被制服 但是剛剛也提到 警方現在懷疑 這件事情有可能是恐怖攻擊 因為在事件發生的時候 其實特拉維夫是正在面對伊朗的 整個的飛彈的威脅 市區的氣氛其實非常緊張 而且居民也是接獲軍方的通知 要來避難 而整體的槍擊發生地點 就是在耶路撒冷大道 目擊者也說 當時就有看到槍守是手持步槍 但是隨後空襲警報就大響 所以市民也紛紛逃入防空洞裡面來避難 最後帶您看到 一樣是回到國內 今天全國都是放颱風架 所以包含在北市 也開放了紅黃線停車 但是要提醒您 還是有一些條件縣市的 根據GT Today的報導 在昨天晚上10點的開始 就開放全市8公尺以上的道路 紅黃線都可以負條件的來停車 而且暫停路邊是停止收費的 張文局就提醒 但是雖然開放停車 但還是要遵守規定 如果違規的話 是有可能會面臨罰款或者是相關的移植的費用 但是什麼時候會恢復禁止停車的時間呢 則是會另行通知 而剛剛有提到 其實整個停車規定呢 還是有一些條件限制 包含應該要順算靠邊停放 禁止並排停車 而法定禁止的區域 也包含了路口公車站 還有圓環人行道等等 甚至會妨礙他人車通行處的地方 也都是通通不能臨時停車的 以上就是問你掌握到最及時的新聞內容